這位仁瑞籍的雜貨店老闆 今年一百歲 身體相當健康 經營的雜貨店全年無休 賣東西不需要收銀機 全靠心算 從來沒有找錯錢 問起老闆如何養生 他說沒有特別的方法 平常生活就是不醃不酒 飲食方面不太吃肉 偶爾吃魚 吃飯 睡覺 作息都很正常 目前在台灣 像這樣超過百歲的人類越來越多 衛生福利部統計 截至今年九月 國內仁瑞人口 已經有兩千一百七十六人 成長的幅度比歷年都大 人瑞成長率創下歷史新高 除了表示醫療和生活環境 都在進步之外 也意味著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 趨勢越來越明顯 衛福部表示 目前台灣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 預估在一百零七年會超過百分之十四 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政府得積極加強長者社會福利和照護制度 才能讓長者得到更好照顧 第九 綜合報導 第九 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